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未能影响台湾选举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台湾选举赖清德为总统 中国称其为危险的选择 在中国删除农民工电影引发愤怒 台湾选举最新消息 胜利的赖清德誓言维护台湾海峡和平 台湾选民无视中国的警告 将执政党连续第三次获得历史性的总统选举胜利 请大家收看 中国未能影响台湾选举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纽约时报 根据法新社引述欧盟声明说 欧盟欢迎周六举行的台湾选举 并对所有参与民主实践的选民表示恭喜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在声明中说 欧盟仍对台湾海峡日益紧张的局势感到担忧 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他还说 欧盟强调 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繁荣的关键 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肖美琴在本届台湾总统选举中胜出 当选新一任台湾正副总统 台湾选举了支持独立于中国的赖清德作为下一任领导人 这一举动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是一个打击 他曾承诺要统一台湾和中国 在选举活动期间中国官员警告称投票给赖清德就是投票支持战争 然而台湾选民无视了这些警告 中国一直试图通过虚假信息 威胁和经济激励来操纵台湾的政治 他还在该地区增加了军事演习 中国战斗机、无人机和舰船几乎每天都在接近台湾 人们担心中国核实台湾为全球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的美国 可能会卷入冲突 然而人们希望中国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来宣布选举胜利 并退回对抗 台湾正在专注于扩大其半导体产业 并与东南亚和欧洲建立联系 台湾选举赖清德为总统 中国称其为危险的选择 华盛顿邮报 来自2020年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 已当选为这个自治岛屿的总统 赖清德是民进党维持与中国和平关系的主要倡导者 他承诺将与美国密切合作 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 北京经常威胁说 如果台湾正式拒绝统一 他们将动用武力控制该岛 赖清德的总统任期将根据他如何应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并防止该地区发生重大危机来评判 赖清德承诺将通过加强 与美国和其他友好民主国家的联系 来确保台湾的全球地位 他希望保护政治免受干涉 继续军事改革 并保护经济免受胁迫 赖清德敦促北京重新考虑其施压策略 但他对中国的意图没有幻想 北京明确表示不喜欢赖清德 称他为分裂分子 并警告他的总统任期将给两岸关系带来严重危险 在中国删除农民工电影引发愤怒 日经亚洲 一部名为这样干了30年的短纪录片 揭示了中国辛苦的农民工生活 已经从中国的音视频平台 Bilibili和微博上下架 这部由网易新闻发布的影片 在网上引发了愤怒 被认为是北京清除批评性在线内容的一部分 这部纪录片追踪了合肥省的年迈农民工 在困难的房地产市场中努力找到工作 并揭示了中国三亿农民工面临的挑战 台湾选举最新消息 胜利的赖清德誓言维护台湾海峡和平 日经亚洲 赖清德 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民进党总统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萧美琴以558万多票胜选 赖清德在国际记者会表示 作为2024世界大选年最瞩目的第一场大选 台湾缔造了民主阵营的第一场胜利 他将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期盼两岸回到健康有序交流 他说中国也有责任促进两岸稳定发展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DPP第三次连任 赢得了该国的总统选举 候选人赖清德在计票初期取得了领先 并在整个晚上保持了领先地位 赖清德赞扬了前任蔡英文总统 在稳定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方面的表现 并承诺以一种能够使与中国的关系 恢复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式处理两岸事务 这次选举被视为台湾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关键时刻 北京方面要求统一 并公开试图恐吓台湾 预计投票率约为69% 低于2020年前一次选举的74.9% 中国密切关注这次选举 将台湾视为需要与大陆统一的一个分裂省份 中国政府的官方观点是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然而 台湾是一个自治的民主国家 拥有自己的政府 军队和外交政策 选举结果可能对台湾与中国 以及与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台湾 并在近年来 加强了与该岛的军事和经济联系 然而 中国一直在加大努力 试图在外交上孤立台湾 并增加对该岛的经济压力 以迫使其接受其一个中国原则 选举结果可能被视为 中国将台湾纳入其控制范围的努力受挫 台湾选民无视中国的警告 将执政党连续第三次 获得历史性的总统选举胜利 CNN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 DPP赢得了历史性的第三次连任总统选举 台湾现任副总统赖清德 在周六晚上宣布胜利 而他的两个主要反对派对手 都承认了失败 这个结果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打击 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对这个自治岛屿 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民进党强调 台湾不属于中国共产党 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其2350万人民决定 在周六的选举前 北京警告台湾选民做出正确的选择 并认识到赖清德引发两岸对抗 和冲突的极端威胁 赖清德在竞选中强调了 捍卫台湾来之不易的民主的重要性 赖清德连续第三次赢得执政党民进党 在台湾总统选举中的胜利 日经亚洲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 在1月11日的总统选举中获胜 延长了他们在历史上 第三个任期的执政时间 预计赖清德将继续现任 总统蔡英文的政策 并与中国保持现状 尽管民进党声称中国试图干预选举 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 赖清德支持台独可能加剧 与北京的紧张关系 但他承诺将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并继续加强与美国的联系 红海袭击和加沙战争 将主导王毅的非洲之行 南华早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访问埃及 突尼斯 多哥和科特迪瓦 这是中国外长首次对非洲进行 海外访问30年传统的一部分 中东危机 非洲之脚问题 以及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 预计将在访问期间主导讨论 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及其地理位置 使其成为中国重要的地缘战略伙伴 埃及和卡塔尔在调节以色列 加沙冲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位 中国提供了表达对开罗努力的兴趣 和支持的机会 中方希望支持埃及等地区大国 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除埃及外 突尼斯也是中国的重要国家 此次访问恰逢突尼斯建交60周年 下亚海岸被视为通往非洲的门户 中国在那里的基础设施项目上 投入了大量资金 预计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局势 将在访问科特迪瓦和多哥期间进行讨论 更新一 拜登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雅虎 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 美国不支持台湾的独立 这是对台湾选举结果的回应 执政党民进党获得第三个任期 并承诺在寻求对话的同时对抗北京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成功故事 而美国是其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军火供应商 拜登政府表示担忧选举和政权交接可能会加剧于北京的冲突 为什么气垫船可能会再次兴起 BBC 气垫船是一种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很受欢迎 但因噪音和环境问题而逐渐不受青睐的交通工具 但现在可能会卷土重来 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链上升意味着 在不破坏脆弱生态系统的情况下 能够在水上和陆地上运输人员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 此外 技术的进步意味着气垫船现在可以更加安静和燃油效率更高 中国 俄罗斯和加拿大已经有客运气垫船服务 并计划在2024年在日本推出第二个全年运营的服务 Griffen Harborwork和Neaterick Harborcraft等制造商 正在建造新的 更安静 更燃油效率更高的气垫船模型 用于军事用途 各人使用和赛车等各种目的 美国的Taxtron造船厂 也正在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建造一支新一代气垫船舰队 气垫船的未来可能涉及全电动和轻动力模型的开发 北京对德国部长无端批评南海问题表示不满 南华早报 中国指责德国外交部长安娜丽娜·贝尔伯克 对中国在南海行动的无端指责 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表示 中国与菲律宾之间最近的海上事件并非由中国引起 中国致力于通过对话和磋商妥善处理与菲律宾的争议 贝尔伯克在最近访问菲律宾期间表示 中国威胁航行自由 争议是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关注的问题 东京迪士尼运营商旨在将公园扩建转化为金钱 日经亚洲 东京迪士尼海洋的经营者东京迪士尼乐园公司正准备推出高级门票 以迎接其最新扩建项目幻想之权的开放 该项目预计将于6月开放 高级门票的价格在22,900日元至25,900日元 约合208至236美元之间 将为入住幻想之权 酒店的客人提供对新区域景点的优先访问权 虽然新区域预计将增加收入 但由于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可能会侵蚀利润 东京迪士尼乐园公司的股票目前的市盈率约为80倍 是该公司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中国共产党对有关台湾选举的讨论进行了压制 彭博社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限制了关于台湾选举的互联网讨论 表明政府对民主进程的不赞成 一个关于选举的话题标签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成为热门 但搜索台湾选举返回了一则通知 称内容未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显示 台湾的总统选举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密切关注 因为它与中国的一党制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并在最近几天对其主张发表了强烈言论 特斯拉在电动汽车寒冬来临时受到了940亿美元的现实打击 彭博社 特斯拉股票在仅仅两周内失去了超过940亿美元的市值 以其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表现开始了2024年 此次下跌是在该公司受到负面消息的打击后发生的 包括赫兹全球控股公司减少其电动汽车订单 中国制造的汽车进一步降价 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电动汽车需求增长放缓 特别是在美国市场 该公司的利润率也受到了降价的侵蚀 并面临着提高美国工厂工人工资的压力 台湾当选总统赖将面临中国的愤怒 雅虎 台湾新当选总统赖清德将于5月上任 面临着应对中国的愤怒的监局任务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多次谴责赖赖清德是分裂主义者 然而 赖清德表示希望与中国保持现状 并呼吁与中国友好相处 并承诺与北京进行对话 然而 北京却将赖清德视为分裂主义者和麻烦制造者 Costco的人群减少 但香港人仍然热衷于在深圳购买便宜货 南华早报 香港购物者纷纷涌向Costco在深圳开设的新大型商店 抢购行李箱 玩具 食品和服装等大宗商品的廉价优惠 客户表示 整体购物体验和较低的价格会鼓励他们再次光顾 一些最受欢迎的食品包括草莓 樱桃 鸡蛋 虾 鲑鱼和黄油羊角面包 购物者还囤积了液体洗涤剂和衣服等日常用品 Costco在深圳的新店是其在中国南方的第一家门店 也是其在大陆的第六家门店 深圳的批量购买商店因其提供的廉价交易 而在香港消费者中越来越受欢迎 港元对人民币走强也使得在内地购物更具吸引力 随着投资者对利率上升的担忧减轻 日本股市出现了反弹 金融时报 随着投资者对日本银行近期加息的可能性不予重视 日本股市达到了自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日经225指数今年迄今以上涨6.3% 而以市值为基础的topics指数上涨了5.4% 这与自年初以来基本持平的华尔街标普500指数 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形成了对比 台湾选举最新消息 投票结束后初步结果开始出现 日经亚洲 台湾的选举被视为这个自治民主国家的一个决定性时刻 因为中国要求统一和公然的恐吓行为的阴影下 执政的民进党的赖清德 对阵国民党的侯友宜 和新兴民粹主义的台湾民众党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投票从早上8点开始 下午4点结束 当地时间 投票区的初步计票结果很快就开始出来 最终结果可能在周六晚上后才能知道 中国军队反腐败机构 被要求审查关键少数权力高层官员 南华早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的高级指挥官何卫东将军 呼吁加强对权力官员的纪律和监督 以根除军队中的腐败问题 此举是在对军事装备采购进行全面调查之际 也是继上个月 有9名解放军将军被撤销国家最高立法机构职务之后 何将军强调了中央军委纪律检察委员会 在军队中保持政治忠诚 和对习近平主席的支持方面的必要性 台湾举行选举全球经济面临什么风险 CNN 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备受关注 因为该岛对全球商业和贸易 特别是半导体行业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侵略行为有所增加 习近平主席表示北京计划将台湾统一到中国 领先的选举候选人赖清德来自民进党 他因过去支持台独言论而不受中国官员的喜欢 如果赖清德当选 预计中国将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或经济压力 这可能包括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或对这个依赖贸易的岛屿实施经济制裁 中国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 去年台湾35%的出口都流向中国 2023年 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805亿美元 台湾制造了全球60%以上的芯片和90%以上的最先进芯片 中国从台湾进口电子元件组装后在全球出口成品 分析人士认为 除非发生重大升级 如全链封锁 否则中国的行动不太可能从根本上 威胁台湾的自治权或经济增长 胡塞武装对船只的袭击干扰了全球贸易 德国之声 自2023年10月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军事行动以来 胡塞叛军得到伊朗支持 一直在红海地区袭击货船 因此 许多航运公司选择绕过非洲南端的较长航线 而不是冒险在红海地区遭受袭击 这显著减少了通过红海运输的货物量 对全球贸易产生了影响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报告称 2023年12月 通过红海运输的集装箱数量 几乎比正常水平低了70% 绕过好望角的较长航线 将运输时间延长了最多20天 导致德国和欧盟的贸易数据下降 德国传东协会估计 每个月的额外成本达数千万欧元 尽管市场参与者 已经从以前的危机中吸取了教训 并做好了更好的准备 但在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期间 情况可能会恶化 因为中国的工厂关闭 客户无法按时将货物送回中国 原因是船只改道 2024年达沃斯论坛 加沙 乌克兰和人工智能成为焦点 德国之声 本周将在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 WEF年会 预计将有超过2800名与会者参加 今年会议的主题是重建信任 以应对社会和国家之间信任的侵蚀 议程上的关键议题包括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 人工智能的影响 全球债务危机以及全球经济状况 非洲领导人还将重点关注 在非洲建立信任 将其打造成未来机遇的中心 新西兰前总理亚辛达 阿德恩与长期伴侣结婚 CNN 新西兰前总理亚辛达 阿德恩 Jacinda Ardern 于周六与他的长期伴侣克拉克 代夫德 Clark Gayford 在私人仪式上结婚 这对夫妇 此前因COVID-19限制 取消了他们的婚礼 阿德恩在担任总理期间 成为了左倾政治和女性领导的全球偶像 婚礼在Craggy Ranch酒庄举行 大约有50到75名嘉宾出席 包括阿德恩的继任者 阿德恩过去六个月一直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 不是外星人 毕鲁官员称 两个被查获的娃娃状人物 含有纸、金属、南华早报 毕鲁的法医专家证实 去年海关当局查获的两个洋娃娃般的人物 和一只据称是三指的手 并不像一些人推测的那样起源于外星人 专家透露 这些物品是用纸、胶水、金属 以及人和动物的骨头制成的 他们表示 这些娃娃是用地球上动物的骨头 和现代合成胶水组装而成的 排除了与前西班牙时代或外星起源的任何联系 这些物品原本打算运往墨西哥 但所有者尚未确定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新闻 首先 中国未能影响台湾选举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选为新一任台湾总统 这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是一个打击 中国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操纵台湾的政治 但台湾选民无视了中国的警告 坚定地选择了支持独立的赖清德 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但我们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对话和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 接下来 我们看到中国删除了一部关于农民工生活的纪录片 这引发了愤怒 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于批评性内容的压制 并不赢得人民的支持 这也说明中国社会对于关注农民工权益的声音越来越高 此外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访问非洲 并将讨论中东危机、非洲之脚问题以及胡塞武装对船只的袭击等议题 中国对非洲的关注越来越多 这也是中国扩大其全球影响力的一部分 在其他新闻中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美国不支持台湾的独立 这是对台湾选举结果的回应 这可能会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但我们希望各方能够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分歧 此外 汽电船可能会再次兴起 随着海平面上升和技术的进步 汽电船现在比以前更加安静和环保 可能成为解决水上交通问题的一种新选择 最后 我们看到中国对德国外交部长的批评表示不满 这说明 中国对于外界对其南海行动的批评并不接受 中国希望在南海问题上得到更多的支持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分析 我是六博士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意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留言和我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